哈喽大家好我是杰西 在这个vlog里我主要想介绍一下 我在大学的student center里最喜欢吃的东西 和我最常去的食堂 在norris food court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披萨 每次错过饭点的时候我就会来norris food court 买一个披萨或者是吃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asiana的poke ball 但是因为披萨是有没有exchange的 所以我如果用学生卡的话 每周可以吃两次免费披萨 这就是我把所有肉都加了一遍的高热量食物 每个quarter学校都会送125刀的dying dollar 给学生在学校里不同的商店使用 我一般会用这些钱来买咖啡或者饮料 以便学习的时候不会口干舍到打瞌睡 老来的日子很平常 老后的身影像饿的花 小小的甜而爱吃草 你表现也不怕 给狼打扎 Alison是我平常最经常去的呆宁号 因为她离我的宿舍最近 走路大概三分钟的样子 虽然她的食物不怎么样 但是也还是可以吃的 Plex也是我比较常去的呆宁号 因为她也在南边 从我宿舍走过去大概五分钟的样子 因为南边package center也在Plex 所以有的时候拿完快递 可以用green box打包一点沙拉带回宿舍吃 Plex的食物相对比较简单 East会有stir-fry 但是我一般也不怎么吃 因为太咸了 Elder是我认为邂宅里最好吃的食堂 但是它也是离我宿舍最远的食堂 在那百无聊赖的一天 为了Elder的煎饼果子 我走了足足15分钟来这里吃饭 大家一起洗羊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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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的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